薪水沒有彈好啊 當然不起飛啊 就這樣子過年代 我覺得大陸一定會挖台灣的機師 因為大陸的航空 航空事業真的發達到 你知道北京機場快要不夠用了 他們發展速度快 跟他們的薪水增長速度是一樣的 三年前的時候 我用1000塊可以請到大學生 現在要用6000塊才能請到大學生 六倍 真的 來 先休息一下 健康 好 來 而且他們的機師 可能又有個新的 好 不知道這個開飛機有沒有什麼禁忌 各行各業都看到禁忌 比如說急診室不可以吃鳳梨 也不可以喝可樂 尤其半夜的急診室 不准喝可樂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擋不住的感覺 OK 所以會很忙 旺來也不行 翁來 那開飛機有沒有什麼禁忌 不能吃醉雞 不是 就是開飛機之前 千萬不要照相 那是軍機啦 以前我們軍機是這樣子啦 不能照相 然後他們講說最好不要在機前照 假如開民航機 不要說我開飛機的時候 大家一起來 我們在民航機合影留戀 那個很可能會變成一照 對 所以通常都是都在外面拍好 然後再進入到飛機 這些像吃醉雞那種 而且就是說 以前飛戰內機是說一個習俗 就說你在出任務前 不要全副武裝跟著同僚 在飛機前面照相 那同時不要旁邊有編號 最好是不要有四字頭的 然後一 三 四 零 多少 沒有 加起來是 或者加起來是四 也不行 對 我跟你講F1動式 那各位去看 幾乎摔的都是什麼 一 一 好 沒有 就是說一 二 二 四 加起來是九或者是十 然後那些都是不好 就是說F1動式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都是跟四 都有關係 海軍也是 海軍也是 不過現在蠻 對不起 你說不要吃 不要吃醉雞 對 你說不要吃雞翅膀 那海軍不要翻語嘛 那因為其實 其實這個都是年紀比較 就是說資深的 現在勞教官籍的 或是像志祥哥以前 他們有這種習俗 就是說你上飛機前不能拍照 那也就是怕說成為影中人 那其實現在 因為我前一陣子才去空軍某個基地 那我剛好去看 也是一個老教官 然後他 他著裝好之後準備登機前 在機堡裡面要登機前 他就要跑到那個 那個待命室後面 然後就拉鈴一拉 就在那裡撒一泡尿 我說 我說教官你也太罵了 有廁所你為什麼不去 他說這是我們的習俗 先把會氣給他 先把他那個 灑掉 灑在哪裡 沒有就是他們在那個待命室後面 就去空地這樣子 然後先尿尿在那邊 然後他說一方面掃匯器 然後一方面 然後我要 就是說這一塊地盤是我的 我上去了之後 我還是可以回得來 對 那為什麼有一個什麼 329不飛 9月3號不飛 93軍人節 對 另外一個也是 814空軍節的時候 他們以前的話也都不大不飛 也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巧 大概也在十幾年前 有很長一段時間 每逢814的前後 我們國內空軍那時候 失事率就明顯得真高 我們的失事率是非常高的 高的 OK 因為剛剛好對台灣的天氣來講 是春夏 春夏 29快到了 那天就要飛 還有一個就是說 93也是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各位去看空軍 空軍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非常神秘 就是說那個南方澳 17.8K處 就是17.8公里處 它那裡剛剛好是有一個山 山鸾 那個地方先後五架 先後五架 夜航訓練的時候 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時間長達二十多年 只要飛過那個地方 就像是南方澳那邊 也是一樣 兩架就撞過去 我們有一次就去採訪 然後把那個照片拍了下來 拍了下來我就嚇了一大跳 那座山就像一個臉的形狀 那座山就跟臉的形狀一樣 就是說只要台東基地 F5起飛坐夜航訓練 順著海岸線走的時候 往往小帶知道嗎 都會撞在上面 然後撞到那個山都要 變成一個正常人的臉 那你說恐不恐不 其實那個山的地形 我再用一個最簡短的一個圖來講 這個山區它這邊我講 這邊現在直接這邊是清水斷 這邊是太平洋 這邊是太平洋 這是清水斷 那我們現在目前空軍 有個雷達站在那邊 那我們幾次飛機 他們有一個既定的訓練航路 就是從花蓮基地起飛往北飛 往北飛之後 他們其實高度 是要高過這個山頭的 這兩個山頭 從山頭上飛過去 那就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翹 每次到這邊就撞到山 就包括上次兩架RF51 對 所以你說的撞出一個臉 是蹦啊 撞到這邊 就剛好在這個雷達站下面 蹦啊 又撞到這邊 蹦啊 又撞到這邊 照出一個人的臉啊 沒有 他那個外觀現在 殘缺啦 殘缺的就跟一個人的臉 對 臉一樣一樣 然後他們跟我講 那個是空官42期 還是43期的一個飛行教官的臉 所以你是飛空軍官 你是空官的 對 對 對 然後才會開戰機 你飛過軍機嘛 你飛過軍機 對 對 有遇過危險嗎 智陽哥飛F56 有 其實剛剛那個 有號哥跟這個智陽講的就是說 其實空軍有個不成文的傳說 每年的這3月跟9月 3月就是青年節嘛 9月是93軍節附近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失事呢 因為就是那個時候是 季節交換的時候 所以天上一些不穩定的氣流 還有就是雲層比較多 就是PIT 天氣比較不穩定 那以前傳統飛機 都是靠目視來飛行 就像剛剛有號哥講的就是說 智陽基地的F5 都是用目視來飛行 所以那個時候飛行 可能氣候也不好 能見度跟視野不好 所以常常會造成很多 不預期的巧合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難怪以前的空軍 都是視力要什麼2.0 對不對 身體狀況要很好了 好 那以前我在花蓮基地 待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那邊當教官 那地方有木瓜溪 那也是一樣 有的時候夏天 或者是秋天的時候 大概下午兩三點之後 開始就有山欄 就一層的山欄在那地方 那晚上我們也是要執行夜航的任務 有一次 那時候美國受訓回來 再帶台灣的飛行員飛 那我們飛的雙座機 晚上夜航 夜間飛行在太平洋上 如果你搞不清楚狀況 可能天跟地都不知道 而且更可怕的是 為什麼天跟地都不知道 因為天也是黑的 你排也是黑的 就沒有光源嘛 所以不誇張喔 如果飛戰鬥機 如果你是倒著飛 你不知道你是倒著飛 你以為是真的飛喔 像現在我們倒著飛 我知道是倒著飛 不會啊 可是我倒著飛 我血液是往下沖 對 但是飛機上你沒辦法感覺 感覺不到 你覺得你是真的飛喔 因為抗擊一般的血都縮在上面 應該是說飛機的運動比較劇烈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很容易產生很多的空間迷向 那有一次我們飛的時候 就是飛到一半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我的發動機的引擎 砰砰一聲 就是發動機放炮 你不要改裝啊 不是改裝 真的是放炮 後來一發現 哇 不得了 我的油門 飛機油門不是用踩的 是用手推的 卡在最大的位置 卡在油門最大的位置 因為裡面的傳動的鋼繩 回不來 回不來 回來是空的 那只好怎麼辦 只好迅速的返航 速度一直增加嘛 我一直往上飛 然後往側邊飛 一直在做大動作 讓它飛機速度降下來 那時候真是廣大啦 當然就是這個地面的單位也知道了 一路飛回來 我還跟我的學生講 不用怕 不用怕 有話在這裡 不要關心 這個小事小事 其實我是真的手都死的啦 貓冷寒 所以你們是兩個人在一架飛機上 對對對 那後來飛回來的時候 最後就是大速度的情況下 我最後也是在 最後我們講的 五邊進場階段的時候 我也是猛力的拉 旁邊側啊 然後我完了之後 最後把我該放的像減速板啊 我的這個落地的裝備 跟我的輪子都放下來之後 最後就放下來 結果泡沫車 還有指揮官的車 消防車通通在旁邊等下來 終於落地了 還好沒事 因為他就是我就關 就整個把他摳死掉 關機了嘛 最後我完了之後 大概過一兩個小時 我們在飛機捧場 警察那架飛機的時候 指揮官跑來找我 摸著我的手 我說好小事 真的是保護國家昂貴器材 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好 手都膽了 兩個小時我還在抖 還在抖 這是我經過最恐怖的經驗 有沒有去換褲子 不用換褲子 全身的飛行衣都是濕的 所以可以跟人家解釋說是流汗 我們就要好奇視你的學員 是怎麼反應 沒有 他也是OK啦 但是你知道 不管是冬天 夏天 只要飛戰鬥機 只要短短的40分鐘 下來全身都是濕 戰鬥機的激力 非常大 對… 現在體力的復合 你可能40分鐘 可能是一天8小時的工作量 超等 沒錯 對 他們的 難怪戰鬥機不會飛太久 不能飛太久 因為有營養限制 而且更扯的是 你有時候下來手都是紅的 紅的 為什麼 而且你會說為什麼嗎 圍繫管都破掉了 做劇烈運動 圍繫管破掉 圍繫管都破掉 破掉之後一個weekend 禮拜六 禮拜天之後 禮拜一又好了 又再飛又破掉了 因為圍繫管就爆掉 為什麼 你在空中做大激力動作 可能到6個肌 7個肌 8個肌 9個肌 那個瞬間的激力 讓你的圍繫管都爆掉 所以你如果血管比較脆弱 心臟變什麼都不可以 不能有什麼任何的 所以你看 損失一個飛行員 如果是飛戰鬥機的 那是多大的損失 萬種選一才能夠飛的呀 因為我之前曾經看過他們 就做單機表演的教官 做一場下來 其實10分鐘而已 他一場下來 他這邊都有那種 像大概10塊硬幣 5塊硬幣那種大那種血斑 就是他威脅管都爆掉 那你有沒有學長或學弟 曾經訓職的 有 學長 那我們等一下講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這是中山 拍上機是不是 有啊 換上機 F 敗上 新聞 畫畫畫畫 那個是怎樣 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在某基地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下午的時候 那在東部飛行 那天氣也不是很好 那就是在低空在山邊都有些山欄 就是雲層嘛 那以前傳統的這個 像F5系列 像T38的飛機的話 它是靠目視 它沒有相對的地貌雷達之類的 做導引 所以它盡可能要減少進到雲層的時間 他們兩架飛機 一架是雙座的 有長官 有leader帶 另外一架飛機是單座的 在訓練當leader 飛在前面 在飛的過程中回來天氣很好 但是在準備要降落前一段的時候 突然間兩架就撞到山上去 那後來呢 那就是教練機 教練機 後來就是謠傳就說 因為正好那時候 基地在整修我們的房舍 那據說呢 因為那個長官是 應該不是佛教徒 他比較不信這些儀式 他就沒有做一些什麼 這個祭事 拜地基礎什麼 那天好像就在 要改裝的基地前面 挖了兩個小洞 一個大洞 那大家就揣測就是 就是說這個是不是有這個因素 就正好失事的就是 他們單位的 兩個小的飛官 一個大的長官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很玄這樣 所以你住在眷村會不會就是說 什麼故事來聽到他們在辦 我找些空軍是有一些 學生 學長 同學都有殉職 但是後面因為飛機越來越先進 就比較少這個狀況發生了 甚至有時候也是很離奇的事情 那時候我也是在 從美國收信回來在當教官 那我們那時候在台東基地 在做訓練 有個教官跟我也滿好的 那我們常常下班 因為我有一個小破車 我有一個小的 小的Lamborghini我知道 不是叫車 那他們就講說 因為我年紀最小 他叫我小強 小強走到出發了 我們下班幾個教官 就會搭我的車去吃 台東有個叫做 老農民賣的包子跟米粉 我們管他 因為這在台電的對面 我叫做台電包跟米粉 我們吃完之後 就去溫泉去洗溫泉泡溫泉 那天正好下了某某雨 我就說教官 落後啦 別去啦 別啦 又沒去沒機會啦 別怕了 又沒去沒機會啦 結果隔天 我們返航的時候 他就在我前面 他一直帶學生飛 單機